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播新闻太严肃 不太像我 又听上中环经常引起交通事故 所以这个女的上街真是得小心 对吧 咱们得说说了 我从美国回来 在美国我就关心这个事情 就是成都女司机 然后成都女司机最新的消息 发了道歉信 道歉信 嘉惠 我现在 哎呦 我不能动就快 他们这个赞助的罐子 哎呦 我就动了就 一期节目白露了 就这样 我就说啊 这个文学 你知道什么是文学的角度啊 又挺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就这成都女司机 她从一开始被打 到现在发生的所有剧情 现在大家都知道 咱们可以先看看照片 可以看看照片 这个你看这个女司机和他的车 对吧 或者说是他和他爸的车 对吧 然后你再看 这个这是他的病床上 哎呀 打的 哎 这真叫套句广州话讲 打到就阿妈都不认得 是吧 打到阿妈都不认得 这真是他妈妈 在旁边是他妈妈 你再看下边 阿妈在旁边问你是谁 阿妈都不认得 然后爸爸你看 蹲在楼梯这儿 感觉要崩溃 就是你知道 我为什么觉得 这个文学的位置在哪儿 我过去听一个作家讲过 我用这个案例啊 我终于明白了 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网上两大派 一个开头就是说这个男的 说你怎么能打女的 对吧 到后来呢 慢慢的行车记录仪 不都拍出来了吗 拍出来了 然后这个就再说啊 这女的啊 打你是轻的 你就欠揍 你别这个男的 你知道吗 你这每个人都想起自己 一肚子气 好 大家都在讲是非 我现在算知道 文学这个时候要介入 文学呆在哪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可以拍一个电影 就是拍啊 这个普通平民 小市民 这一家三口 他一下子成为啊 全体注意的中心 甚至被人肉搜索 你拍他们这个电影 就拍他们这一家三口 是怎么商量的 你想啊 这个你做名人 你能体会到了 可是你知道一个 一个这个普通平民 他一下子变成这么样的 汪洋大海一样的关注和人肉之后啊 你看他这个进退失据的 一开始这女的就是强横 就说那道歉我也不接受 他打我 而且甚至这女的说 我根本没有变他 对吧 然后到最后 你看他妈妈就是甚至就是说 哎呀 我女儿啊 我女儿是去做善事 我女儿是去做慈善 对吧 然后他爸爸就说 哎 这个一人肉 他爸就说 那个原来的交通违章 都是我违章 不是我女儿违章 然后随着这个人肉 逐渐打开 甚至包括这个女的 到酒店开房 你到酒店开房 开多少次 你干什么了 对吧 然后说他爸爸是不是当官的 这下这家人有点面如土色 你知道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最后的结尾 就是我道歉 我错了 明明是一个被打的 但是现在呢 彻底道歉 彻底投降 哎 其实你琢磨他们这个内心系 我觉得这就是文学 文学关心的 不是谁对谁错 而是啊 他在这么一种处境下 你想这个被打的女的和他爹娘 这段日子以来 他们商量过多少事 假如真的像你所说的剧情啊 有文学的味道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位置 这在最后 那个女的决定我要道歉以前 总有一个高峰嘛 还是想撑着 可是最后大家商量了 最后他崩溃 那一个拉拉撒拉 他崩溃了 觉得好了好了 我们怕了 我们输了 我们道歉了 我觉得文学的高潮位就在那边 什么能够最后一下 让他整个人崩溃了 好了 愿意 虽然我被打 可是我来道歉 我觉得要从这个角度 来看这个高潮 才最过瘾 所以这不就是现在说 这之前是什么交通啊 路怒啊 这些在讨论 到了最后 让他发出道歉信 他其实在信中已经有写到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 他的道歉是希望换回 网友放过他们家吧 所以这其实又回归到 我们一直在讨论过的 所谓的网路上的 有没有到霸凌 我不知道 但就是网路上的这个舆论力量 以前我们说名人的 受不了是说 你可以想象 你一打开门 几十台的这个SNG车啊 这个摄影机对着你 你可能会惊慌失措 但是现在的这种 注意力是一种很无形的 一种你看不到的一种压力 因为它在网路上 它不是真的一个麦克风 堵在你旁边说 小姐小姐你说什么 没有 是一个网路上每天都有人问 而这个东西竟然形成 你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道 你会崩溃 那经理这个两个地方 我一直好奇的 这个我们说压力 我们都能够想象 第一个好奇是说 那你坦白讲 那个压力主要发生在网路上面 是 你关掉就好了 你干嘛 自己去开着手机 整天开着手机寻找 有没有人在看我 在骂我 在推我 但现在网路 我觉得再加上电子媒体的 或者是平面媒体 把网路的力量 当成一个很主要的 一个声音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主流的声音 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 就是如果例如说 我今天上完枪枪 我会看大家的反应 对不对 当大家的反应有一种 他们会 会有一种一面倒的 会有一种 比较统一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它好像是 全世界的观众给我的感觉 然后我就会开始紧张 如果它今天顺利讲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还不错 可是如果它今天批评了你某个观点 我可能会觉得 每天都会反复的反省自己说 是不是我真的说不对了 手势少一点 我听多一点 不要声音这么高 你知道你每天都在反应自己 那如果你自己内心的 那个力量不够强大 或者是说 你不够坚定 你很容易崩溃的 你很容易就想要改变 不要我这个脸了 就是你那种感觉 就是我想换一个人 而且你看 我就想 就是你看咱们仨 毕竟干这行的 大概还有些适应 就是有些人认得你 有些人会关注你 或者窥探你 但是你万万 你要就想到啊 过去你知道 我看他们这一家三口啊 我就说这个文学的角度 我就老想起过去 这个中国古代讲的 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庶人 他指的什么 就是为女人 为小子 为男养野 小子不是说小孩 就是说啊 在古人看来 除了这个贵族君子之外啊 他们你对他们不能动刑 对吧 对他们不必用法律要求 因为他们道德上 就应该最牛 但是呢 对于这个 这个普通小市民呢 就被 其实这个小人 现在是个贬义词 在古时候还不是 指的就是这种小民 普通的庶民 他们呢 不必对他们有过高的 道德的要求 所以你看啊 但是大家对他的这个 很多就骂 你看你 开始不承认错误 一开始你还想说 你是去做善事 到后来你又怎么怎么怎么着 你知道 其实这是对君子的要求了 要求还是又有吧 我觉得我们分开啊 你是如何去要求 跟有没有要求 是两回事啊 假如你说 对于一般的非名人 不是名人 不能有过高的要求 就想起来怪怪的 因为有些事情 我们又觉得 已经不算过高了 比方说 你必要去旅游的时候 在人家的杯上面 磕字等等等等 基本上 你被发现了 被搜索 被骂一下 有时候那种压力 有时候是必须之恶 让他怕 可是我 令好多人不安 包括我不安的是说 当你去要求的时候 用的语句 用的字 比方说你贱 我希望你做这种事 我希望你全家死掉 等等等等 种种非常恐怖的 非常好像 他自己一辈子 不会犯任何的错误的 那种那种那么刻薄 已经不是刻薄那么简单了 我觉得那个方式是有问题 你说的特别对 那就是你指的就是说 一开始这俩车呀 这个别来别去呀 这种哈 他非常恶劣 但是呢 我说的就是啊 他当他成为媒体啊 网络呀 所有人肉搜索的中心的时候 这家人前后颠三倒四 做出来的反应 要照我看来 完全正常 嗯 就是你想象的 一个人一慌在这 对对对 一个胡同里的这么一家人 他一下子成了一个 你知道今天我们对很多名人 你做得名人呢 你是要变形金刚的 你是要有这个能力的 能够抗衡能够应对 那对吧 我们的刘德华 你可以应对的好 但是这家人 你想啊 这种小市民呢 他他碰见这种事情 一会说我女儿干嘛 要想为自己女儿洗清 然后又害怕了 然后被打的又是无处躲藏 你想想吧 他这个里边一切张慌失措的反应 我就觉得太正常了 嗯 就是这个肯定的是 你你你你以为他是雷锋吗 他他他他这个反应 而且江辉刚才讲的一点 我就觉得 你看你说你想到一个地方 觉得挺恐怖 我想到另一个地方 觉得有点恐怖 想到什么呢 这跟你还有关系 你你比如说啊 这个女的写了道歉信 对 你看这个跟帖啊 我现在特别喜欢看跟帖 这非常有群众智慧啊 这个跟帖很多就在说 说你看啊 这女的如果按照交通法规 扣她几分 罚一百块钱 嗯 她能这么真心道歉吗 她还会是个路霸 但她开车还会这么不靠谱 所以打她 你看打了她不就老实了 再一个就是说 你说人肉不好吗 人肉 哎 人肉 这个 人 哎呆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新闻报道和网友的反馈当中 我觉得一次一次的被强化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忧患 就比如说这个女司机道歉了 然后你会看到多少人就在说这样的话 对吧 打就有用 打比你交通法规处置管用 然后人肉就有用 对吗 好 要不这样 这事解决不到这么到这个程度 对吧 你知道我又想起什么呢 这个香港的这个深圳改成这个从一千多行 改成一周一行 你知道那天佳辉还讲到 我就说你都有这样的观点 我不能说这种观点就绝对不是事实 可是你知道 这个引起来的这种这种影响让我很忧患 就是你比如说 在香港我也看到有人说了 说港府很早以前就已经向中央政府提出来 香港承载不了这么多人 是不是限制一下这个人数 但是香港有少数人 他就认为说那根本不是港府起的作用 那就是反水克 就是说我知道反水克是事实不对的 是粗路粗暴的 踹大陆旅客的行李赶他们 这是不对的 骂他们不对 但是你也要看到 又不是我们采取这么激烈的行动 他们的那个反应还没那么快 你知道我们主持人这个玩话筒的 你知道有一个叫正反馈的现象吗 声学上有一种正反馈 就是说这个话筒里出来的声音传到音箱 音箱里的声音又传回话筒 就这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最后一定哗 就叫所谓传出这种萧叫的这种声音 最后会崩溃的 我现在就觉得这几年 这个社会出的很多事件 大家都这么聊 其实是让我觉得很忧心 就是说一次次的难道要证实 打就管用 不是还有 除暴就管用 还有是大家觉得这个反应要很极端 就是说就像你说 他要避到很大的那个反应 大家才饶过这件事 也就是说 例如说这个女司机 如果她今天 她不管她是这个交通法规上 也就是说法律制裁你 这个法律也分轻重环境 不是每个人都死刑的吗 但是发觉现在的舆论好像就是说 一定要到达那个顶点 我才觉得是对的 你没有办法用法律来 惩罚她以后 你就觉得这件事情过去 也就是说以前用法律 你可能扣点 我觉得当事人本身 我也会觉得我付了 我该有的代价了 我罚款了 或者是我的心理上 就会觉得这个法律让我付出代价 我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但网络不让你有重新的机会 她把你往死里打 你就是到达那个顶点 就打死 对 你才可以 对 这打死就是说那种粗暴到极点的阶段 那我刚听文涛这样讲 我觉得最让我担心是说 所有这些讨论都是指向一个目标 有没有用 而根本没考虑一个问题 这个事情对不对 好不好 你这样对她 当初这个女的这样做 对不对 那另外说当一个人犯了错之后 我们这样对她是不是对的 那个所谓对是不是合乎伦理学的 或说做人的起码的尊严道德等等 没想的 就想说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打这有用 什么有没有用 这个罚一百块没用 扣点没用 这种工具理性的思考 我觉得那才是最恐怖的事情 而且刚文涛 你不要又害我被骂 我上回啊 没事我得阴你一下 我要一再强调 我绝对不是说 你看打这有用 可以反那个水货客 我是说 真正让我担心 有人看到就觉得打就有用了 所以就打 正是这样引起这种思考 吉祥也没有用 不想对不对 好不好 那让我担心了 后来呢 我就被很多网友骂嘛 还说要来杀我杀我全家嘛 去我家要要要什么什么强暴我妈等等 害我妈非常高兴 你是为我们节目一直做贡献的人 我们这种节目总是需要有推出个嘉宾 被骂一骂 要不怎么能火呢 今天的社会 对吧 我是要问这么一个问题 正好咱们的嘉宾跟他们这个内地的不一样 但两岸三地 要是同样这件事 一模一样 台湾怎么样 香港怎么样 你们想象一下 台湾现在还是一样的这个情形 包括陆怒 我们因为尤其现在的那个行程监视已越来越普遍了 所以你会发觉这个交通事故不见得只有一个说法 以前只有交警的说法 对吧 那现在不是 现在会有路人的说法 而且路人不同角度的说法都会出现 所以在台湾 我觉得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而且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只有中国的一件事 而是整一个怎么讲 现在的一个社会 台湾民众就是出现的反应 一样啊 会跟内地是一样的 我们一样啊 他就会觉得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流行人肉吗 他只要当我觉得法律没有到达我的期待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社群的演变 不够快速到我的期待的时候 大家要立竿见影嘛 就是你讲了就好 我马上就要知道这句话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我来不及等你去司法调查 你司法调查几个半月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我没时间等你 所以我就自己来 我的自己来方法就人肉搜索 以前的人肉我记得是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 我去找出这个人是谁 现在不是是我知道你 但是我要把你衣服扒光到 你的祖宗三代我都要知道 这是另外一种人肉 但那我意思说大家就是想立竿见影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网友一样的情形 其实你想想 就说谁家没点见不得人的事 要是人肉到了你酒店开房的记录 我估计家灰早就崩溃了 早就认错了 把我女儿的记录找出来得了 我作为父亲 你说要香港呢 香港有一点稍微不一样 除了人肉什么好奇八卦舆论压力一样的 有两点不一样吧 第一个是说假如这种事情进入了司法程序 侦查调查起诉了 舆论是不能评论的 不能有媒体积蓄的 所以理论上网络也不能这样来太具体的评论它 不然是犯法的 所以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隔空隔了一段距离 另外一点很多香港人可能抗压力比较大 以前前两年不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吗 在市区里面一个男女朋友吵架 男的跪在地上 女的给了他十四个耳光 后来大家人肉烧洒等等等等 那对男女一点事情都没有 一点觉得觉得一点还还觉得非常光荣 还说我们当了明星了 怎么样还故意走在路上被人家拍 还穿得好好的才出门 这叫介事上位 我跟你说这事网络社会就有意思了 它都能创造商机 现在你觉得网上可能可能已经被叫停了 就前一阵就是前几天 网上出现的就是说这个 打人司机同款行车记录仪 该出手时就出手 行车记录仪会记录下你的一切 已经开始卖了 但是我知道我很多朋友车里面不是有棒球棒 螺丝起子 老板就铁棒 我说你真的在那个moment 你真的会觉得 他们说这是自我防卫的时候 我说可是你的感觉就让我觉得 你随时有机会就去打人 你怎么觉得可以 因为你平常不可能拿着棒球棒在街上 看到谁不开心你就打他 但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会有种那个怒气可以怒到 让你随手拿起棒球棒 你就不管砸车砸人都行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怒 这个事还有专门的研究 就是这个怒怒 我看到一个解释 你们可能没这么想到 挺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都一样 在美国曾经花大力气治理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因为调查的确发现 人在车里就是容易怒 比你走在街上容易怒 但是呢 这个调查很好玩 他们测分成两组啊 就是一个呢 开的是什么车呢 敞篷车 是 另一个开的是这个全封闭的车 结果就测你的情绪 但是故意人为的给你制造很多 让你生气的理由 结果发现呢 敞篷车的这个人不大生气 情绪没那么激动 但是这个密闭的这个人呢 很激动 于是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人 你看你在公共场所 你在公司里 你总会克制的 你为什么就是容易比较脾气释放啊 你在家里比较容易脾气释放 因为那是你的私密的空间 你看敞篷车呢 你实际上你还是一个公共场所的感觉 可是啊 这个这种密闭的车就等于是在大街上行走的私密空间 你明白吗 我是开敞篷车 我有发言权 因为啊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由呢 通常开敞篷车的人才是让人家发怒的人 敞篷车是跑车嘛 我们要乱开嘛 我敲车了 把你气倒了 我还对你这样子 还故意把你弄了生气 我看你生气我多高兴啊 我还发什么怒啊 是有这种心理的感觉 除了说封闭跟密 跟开放以外 还有开车都是一个人啦 所以没有一个人去缓冲你的情绪 很少 对不对 尤其在美国 他们说刚开始 就像你刚刚说那个 其实陆怒是美国来的 他们说是1988年加州发明的一个 加州媒体发明出来的一个词 对就主要是因为他们也是一个 这个高 因为他们高速公路很多 所以会有这种冲突 最后美国是直接开枪打死你啊 他不是把你打到骨折 所以他直接一枪出来 你就避命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八几年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多 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个字 他们说有一种叫做aggressive driving 就是叫野蛮驾驶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超车啊 闯红灯啊 这些他们说只是交通违规 但是真的到所谓我们说的路怒 都是所谓的触犯刑法的人 就是你会 你打人你也是触犯刑法 你打开枪打死人的更是了 所以他们说这其实是已经上升到 另外一个阶段 而不是已经是路上特别 特别这个野蛮的人 或者是说激怒你的人叫路怒 而是说你已经激怒你到会 有犯法的暴力行为的叫路怒 有时候我也觉得这个 做节目的时候也怒 就是说是一种什么主持怒 瞬间的上火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这个我开车的水平也是女司机这个级别 所以我也得给我们女司机们正正名啊 恢复一下名誉 最近又聊 你看看 你看看 我给你看张照片 你就知道了 女司机啊 这是在人民币上面的 这个女 这当年包扬的就是女拖拉机手 你知道吗 女红旗手 哎 这个很多事啊 我就是说 你要拿数据一说呀 跟你想当然的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都说知道女司机的招人恨吧 可是呢有人拿出了一个2013年的数字 因为你没考虑到 第一呢 女的他也胆小 女的通常他也不会醉酒 女的通常他也开的慢一点 所以呢 我拿数据说话 这个结论就是在在这个某个地方吧 最后他们拿数据 就是说这个2013年所造成的全部造成非死即伤的这个驾驶事故里边啊 有多少是男司机的原因 有多少是女司机的原因 好 那些人讲了 说那本来男性开车的人数就多 女性开车人数就少 对 人家连这个数据也计算进去 就计算一个女司机的量和女司机造势的这个比率 男司机的量和男司机造势的比率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女司机造势啊 这个容易造势这个比率啊 呃连男司机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大概相当于三分之一 这个数据完全说说不了话 我告诉你 因为里面有一个数据是没办法拿出来的 这是没有发生的意外 non happening 没有发生的 没有发生就没有呈现了 什么叫没发生呢 比方说女的司机 女司机通常开车通常啊 不是说一定啊 不是说可怕 是可恨 很讨厌 他会慢吞吞 要嘛呢 不该转到那路口的时候 打灯想转 突然又不转 又在走 那我们男司机聪明嘛 一看是女的 小心 跟他保持距离 或说不要全部相信他的 他告诉你 他又转 其实不是 所以呢 因为有我们那么聪明的男司机 我们又逼 避开了那个车祸 没有显示 你讲的也有道理 女性的行为特点也就是这样 他也不能真的干成什么事 这个我还有数据 我不是歧视女性又挺 这个暴称自杀的 女人远远多于男人 但是最后自杀成功的 女人远远少于男人 对吗 就是他 他比较容易到这个边缘 情绪化是吗 对 但是他真的 所以才知道我们刚刚说 一哭二闹三上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